陳嘉嘉近日到上海工作 隔離期間在社交平台表示被騙財 他說見到電視廣告 說有一款中藥有瘦身的效果 他決定給錢買最貴的療程 但講到這裡 就有點懷疑自己是否被騙 不過他目前仍是繼續幫這間公司說好話 認為沒關係,反正錢都給了 先一個月再告訴大家成效 不少網友見到這條片都留言說 應該直接看醫生會比較好